欸這個可以打節奏耶 可是我覺得這個肚子 是這樣打的好糟喔 看你還蠻自在的啊 好痠喔 你做著哪會痠啊 想騙誰 我終於知道孕婦的辛苦了 這是會覺得好像一個肚子 擠在這裡的感覺 可惜你沒有胸部 那現在來塞兩顆蘋果 你為什麼一定要把肚子外露很醜 我今天穿這個衣服有沒有 它很緊 那你要我把肚子穿進去 我就看起來很緊 很奇怪 這像不像我平常的肚子 好像卡車 好啦今天老婆又讓我體驗一天 然後我現在就坐在這邊 坐了一個小時 什麼事都不用坐了 你這個椅子太舒服了 我想要坐在這邊我不想痛了 當一個很廢的孕婦 喂妳要我幹嘛 你的左手伸起來 要幹嘛 從你的臉打下去 這太誇張了 今天是我說什麼你就要做什麼 嗯 做就沒有辦法 聽啊我聽你命令啊 那你現在趕快去工作快點 為什麼要工作 你要體驗一下孕婦 懷孕還要工作的辛苦 去組裝薯萊包的東西 裝什麼東西 他的床 但是你兒子耶 欸他贏的床很重耶 你要體驗一下背著肚子 如何工作 看來你不會翻白眼 因為你翻的不夠 哈哈哈 我孕婦肚子不舒服 躺在那邊 哈哈哈 躺在那邊 躺在那邊 要生的嗎 要擺放出去裡面 好啦 聽明明一天嘛 好好好 醫生床裝完就差不多了吧 現在已經晚上了 對啊 GO 超多的 都是你兒子的東西 哦 哈哈哈哈 哦 哦 哦 我們已經煮桌子跟椅子了捏 水保你的東西好多喔 真的 我覺得小孩的東西也太可怕了吧 這個要怎麼煮啦 這麼多東西 各位 裡面呢 有很多東西 一個是 汽車安全座椅 另外一個是 陰兒的推車 然後還有陰兒床 床墊 什麼都在裡面 跟你說還有一個你沒講到 還有什麼 沒有舞台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體驗一下孕婦工作 怎麼會辛苦 我已經體驗到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孕婦完全不想工作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孕婦會想要一直坐在椅子上 我也知道為什麼孕婦會一直想要躺在床上啊 賣靠 各位你們看 岳父跑出去外面霜 留我一個大肚子 負責來裝這些東西 我現在要把 蘇萊巴的陰兒床 給裝起來 我大概已經把 一半的東西都移出去了齁 那現在剩尿布台 欸尿布台有兩個欸 被鬼 被鬼 好 各位我現在把後面清空了 現在開始吧 好可愛喔 這旁邊的那個圍欄啊 白色的 你看 請看說明書 Bendy嬰兒木床 它有床頭兩個 床版一個 重點是 這張嬰兒床啊 它還可以變成 桌子 兒童書桌 椅子 好酷喔 那因為 手愛寶還沒出生嘛 我們主要就是 會先讓它變成椅子 但是我們會先讓大家看過 所以我們會先 變成嬰兒床 之後再變成桌子 再變成椅子 給大家看 變魔術 你只說裝嬰兒床 背著這個肚子 喔 裝其他的應該不用吧 你今天要而已啊 你老實講 你是不是希望我減肥 沒有 是你自己希望你減肥 你是不是希望我減肥 你說 蛤 你是不是 是不是希望我減肥 這樣啊 很熱餒 一個東西都要它沒煮 我就快累死了 真的要體諒媽媽 你看我平常 不太會這麼抱怨的 好來來來來來 音樂床先對不對 對 跟大家講 這個全部架起來 五十幾公斤耶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我孕婦不能蹲 蹲下來整個肚子 會擠壓到 會超不舒服的 喔喔喔喔喔 比較新的 喔喔喔喔喔 你兒子的東西 喔喔喔喔喔喔 這箱是什麼呢 你看它有四個輪子 憲哥這是在餃子中的嗎 它是這樣嗎 都是 它是這樣對不對 人家裡面有蚊帳感 你看它有附一個蚊帳耶 很貼心 這張嬰兒床在你家真的滿適合的 因為我家很多蚊子 它還有附一張保固卡 保固期間是一年 這個嬰兒床感覺就很大 這個是立體環狀床圍 到時候床組好了 稍微圍在旁邊的 好的各位 跟大家講一件 非常傷心的事情 不是我不裝阿各位 不知道為什麼 它螺絲就是不見了 就是沒看到 為了找螺絲 就是我還把那個 尿布檯打開 結果沒想到尿布檯 是尿布檯的螺絲 可是嬰兒床它沒有附螺絲 今天這個 被這個肚子體驗呢 算是當做健身阿 我現在又要把這些嬰兒床 全部搬回這個箱子裡面放 等下次廠商 把這個螺絲附給我們 我們才有辦法裝這個嬰兒床 下次我就不用被肚子裝了 想這樣 阿老婆我這邊 嬰兒床全部收完對不對 阿我們那個 尿布檯怎麼說要裝 這邊收完就可以裝阿 不是阿你今天只說 要裝嬰兒床 我沒有說要裝嬰兒床 我還沒講麻煩 現在讓孕婦來裝這個櫃子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說明書 看起來還蠻簡單的 但是裝了我就不知道 然後老婆睡在後面 我有點不平衡 困 好 那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先找出它的底板 然後再把它鎖上去 它底座其實還蠻牢固的 因為下午裝上去 它底下還有一個卡索 它這裡有另外一個卡索 一個扁 先把它的底座給裝起來吧 先把它的底座給裝起來吧 底座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我只能說很可惜阿 原本是打算讓大家看那一張硬的床 可以組三種模式 可是 沒穿到 不用那麼累 我們要來趕快裝它的背板 OK 它睡著 不行 我把這個拆掉 東西裝完 再把它裝回去 各位我已經把尿波台裝完了 為了過程中阿 不要吵心蹦蹦 我超小聲的 如果剛剛那個過程阿 全部都背著那個肚子裝的話 我看我哥天啊 我的腰就閃到了 那我現在呢 就是要來把那個肚子 重新裝回去 不要被它發現 好累 我裝完了 起床 睡吧 是你叫我體驗一整天的你還嫌在吵嗎 點 孕婦終於爬起來了 那我們換腳車 孕婦要休息 要睡覺了 喔好累喔 各位 我終於體驗到了啦 真的很辛苦 老婆請裝阿 我用她好 漂亮 OK 怎麼樣 尿波台這樣裝起來如何 漂亮耶 可以裝熟來寶的衣服 對啊 它有三層耶 電汁 電汁在那裡 尿布墊在這裡 軟軟的 欸我可以把肚子脫掉了嗎 因為真的好痠喔 你煮完就可以了 真的喔 我旅行承諾了齁 聽老婆的命令一天 我先講一下我的體驗好了 腰超痠的 真的喔 你腰會痠喔 超痠 我先跟大家講 我這個腰痠到就是 你一定要這樣抬頭頂上 這樣才會好一點 雖然很多孕婦都這樣停著走路 那種痠就是 有可能要躺在床上 休息個兩三天才會好的那種 兩三天 那我背280天怎麼辦 我們要多體諒一下孕婦 再來就是 妳的體溫真的會很高 背這個肚子啊 千千萬萬真的 人家說的不要做任何的工作 可是也是很多媽媽一樣要上班的 對啊 所以我說真的啊 我們大家真的要體諒一下 那個媽媽真的為了要賺奶粉錢 真的很辛苦還要工作 這個肚子 真的很重 這個幾公斤啊 這好像6公斤吧 6公斤 屁啦 怎麼可能 要不然幾公斤 我這樣抱起來大概3公斤 3公斤啊 真的很辛苦啊 我也很辛苦 對啊 老婆辛苦你了 我現在終於可以體諒你了 沒有 我跟你講我其實一直都要體諒寶寶 我差點講過話 如果是因為你的老公不體諒你的話 你下次像寶寶這樣 買一個假肚子 讓他背背看 看他會怎樣 我們之後呢 會好好的把奶奶的房間呢 規劃好 那目前的話就是 有陸陸續續開始 有一些嬰兒的東西進來 阿蟲還沒煮 早時間煮囉 他沒給我們螺絲喔 只是下次再分享給大家囉 好啦各位 那今天這個肚子的體驗到這邊結束 好酸喔 幫我拆掉 來這個沒辦法自己拆啦 終於可以放下來了 喔舒服 喔 喔耶 喔 欸清多了耶 感覺好像卸貨了 欸真的很重耶拿來看 這加上羊水一門的重點 對啊 老婆真辛苦 好啦那就是Kira的一日大肚男體驗 那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下一部影片點 掰掰 我終於完成了 太開心了 喔喔喔喔喔喔 老婆妳太誇張了吧 我才剛裝好耶 你看這邊好多東西喔 妳好扯喔 這邊是要洗的啦 紮布巾 我才剛裝好妳就 把史外寶的東西全部都裝進去了 阿不然妳裝好了我當然要放東西 天啊 史外寶的東西這麼的多喔 我都不知道耶 好啊 這先放送 我們現在吃嗎 所以叫做什麼 你這樣放手